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正式移交給中國 但是香港人並沒有話語權決定他們的將來,而是被迫接受現實 20年過去,一國兩制本質存在的矛盾越來越嚴重 市民的怨氣也不斷上升 香港主權移交20年,究竟有什麼值得慶祝呢? 香港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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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持續的打壓,令本土、港獨這些派別冒起 香港民族黨在6月30日舉行的集會被警方禁止 他們唯有轉移到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論壇 其實20年前,一直以來,一些港人的前途 的探討都是沒有港人去參與其中 一直以來都是以中英談判,中英談判 其實很多,就是明明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好像,我們沒有資格去談論 我們地方的未來,沒有資格去講 說我們究竟未來想怎樣走呢? 那時候很多人希望香港可以維持現狀 在教育方面入手,要建立一個意識就是 這個是自己的地方 你們不是一些叫做愛來者 一出生就在這裡,這個是你的地方 你要知道這個地方的一些未來 你們是有責任去承擔 或者去想一下,究竟怎樣可以拯救到這個地方 出席論壇的市民覺得香港是淪陷20年 並非回歸 我今日仍然會來到這裡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 因為我們這一班會這樣想的人實在太少 還有很多人都會不去思想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希望 但是都會去做,都會去努力 今年的七一民陣遊行 因為慶委會舉行的科技展覽 而首次不在維園足球場出發 被質疑是因為出於政治考慮 今年大會聲稱有超過6萬人參加遊行 而警方就表示高峰期有14500人 來遊行的市民都不滿現時的政治環境 他們希望透過遊行表達訴求 回歸這個詞本身是 本身是令人感覺是好的 即是是回到一個 一個大一點的懷抱裡面 但現在香港這個狀態 被人感覺是很絕望 因為我們不是回到一個好的地方 我們是回到一個比之前更差的地方 我們在回歸之前 我們的生活 起碼還可以有多點自由和人權 但回到現在我們看到 雖然說五十年不變 但是一年一年好像發生的事 都是被我們看到更加多 中共是剝削我們的自由 剝削我們的人權 不好的事一直發生著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想回歸可以說是一件傷心的事 香港人 我認為從香港的探索 從香港的探索 沒有太多 從香港的探索 沒有太多 像是民主 人可以一人一人一票 習近平早前訪港三天 政府為了粉飾太平 連番打壓爭取民主的香港人 集會自由被剝奪 桃鴉但面對連坐法的逼供 警察在警車裡毆打政黨人士 設置街站派發傳單但被恐嚇蚊槍 面對著這樣的香港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希望呢?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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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